大家好,我是伊丽静 这是吐槽大会最后的决赛 不应该我们四个决赛选手 拼个尼斯我活吗? 为什么要安排六个无关的人穿插其中呢? 就不怕我伤及无辜吗? 你们不是已经知道我杀疯了吗? 你们还说我看提词器? 你们以为提词器是在提醒我怎么吐他们吗? No 提词器是在限制我只能这么吐他们 汉长江老师 虽然您已经被蔡明老师吐槽了二十年 但我还是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您觉得蔡老师幽默吗? 蔡老师,我的提问一般不需要回答 您知道您的喜剧手法主要是个矮吗? 这么多年,您有担心过自己长高吗? 不用担心 科学研究表明 男子五十岁之后非但不会长高 而且还会变矮 恭喜您 您最矮了,也变强了 听说今年您和蔡明老师的小品终于被春晚淘汰了 我一开心就把元宵晚会看了 谁知道元宵晚会播出了你们被淘汰的小品 我当时就想 这难道就是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吗? 今天来了个真正没礼貌的人 丁泰生 有人说想看我采访他 你们真的是想看我采访他吗? 还是想看 伊丽镜会不会把丁泰生弄哭呢? 我们不妨现在就试一试 丁泰生 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我可以不看提词器直接骂你吗? 乐评人是语言工作者 丁泰生说话却毫不羞逝 都是怎么难听怎么来 他还说别人唱歌难听 你知不知道 你说的比人家唱的还难听 你不知道 因为你唱的比你说的更难听 丁泰生 你试过用你的点评 点评你的歌吗?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听完自己的歌就说 你的音色和音质都挺一般的 包括你的flow 其实都太简单了 我虽然不会 但我觉得你这个太简单了 丁泰生 听完自己的点评 是不是有点恼羞成怒? 是不是很想反驳 我在叫我做事吗? 金沙 我采访过他 他说他很想翻红 为了翻红他不断上节目 参加了演员 姐姐 还有我的访谈节目 丁一 现在还跟我上了同一个节目 金沙 你还没翻红吗? 你知道你再不红 我都要红了吗? 金沙十几年来都在唱一首 被风吹过的夏天 金沙 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关注你了吗? 你可能要问 这对你唱歌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 但抢到就是赚到 没想到有一天要这样插播广告 是我站得太高了是吗? 李飞尔出道十几年也没有什么作品 他最近在微博上说 给姐一点时间 一定会让你爱不释手 李飞尔 十几年时间还不够多吗? 还要再给你几个十几年呢? 你一个人耽误十几年 演艺圈这么多人 你是要耽误我们上下五千年吗? 你们看 我直到现在都没有吐槽我的三个对手 毕竟我们一起奋战的时期 已经培养出感情了 你们说 淘汰他们谁我不会难过呢? 淘汰谁我都不难过 我就是这样铁石心肠 给姐一点时间 一定会更加铁石心肠 谢谢大家 我是杀疯了的伊丽静 谢谢大家